哈囉大家好,我是紫辰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 千萬別找我修車 那今天是 二二八,今天是放假一天 然後我今天去 運動,然後 吃飯回來 剛剛上了課,在網路上上課 還不錯,然後 想說直播跟大家聊聊 剛剛學到的東西 那為什麼千萬別找我修車呢 你會說啊,你不是在修車嗎? 修車不是可以賺錢嗎? 是沒有錯 修車是可以賺錢,那我們 要跟你聊的是 賺錢是怎麼一回事 那所謂賺錢呢就是 為什麼會賺到錢?就是 價值的交換 我們提供別人服務 或是產品,我們賣一個東西 我們解決別人的問題 所以 對方客戶願意給我們錢 做交換 比如說我修車 我可能幫他補了輪胎 所以他給我 一百塊兩百塊做交換 所以我補輪胎 修車賺到了錢 那為什麼千萬別找我修車呢? 他說我們有一個服務 我們有一個產品 在你的行業也是一樣 或者是呢 你有一個幫人解決問題的 辦法 然後呢,你幫他解決問題以後 所以你賺到了錢 可是,因為我最近在錄影片 然後有一些 Youtube的粉絲 就是有一些在學習的朋友 他們看到說 欸,子晨,我看你在修車 我可以去找人修車嗎? 我跟你說,千萬不要 因為,為什麼呢? 我說給你聽 因為修車 你看喔,如果今天有一台車 要換正式皮帶 那我一個人要換一天 所以,我沒有辦法一次換這麼多 來了第二台車 我就GG了 我就換不完了 那這個問題卡在哪裡? 就是修車沒有辦法規模化 規模化什麼意思? 我今天不是說 你來,然後東西拿一拿 給錢就走了 你來,我是要幫你修一天 我一個人套在那裡 套在那裡的車 花時間在那裡的車 花力量在那裡的車上 要一天的時間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 大量的幫你們修車 所以說 有一些網友呢 就是千萬不要來找我修車 那講到這個賺錢 我剛剛說了 我們有一個 就是產品嘛 我們有一個服務來賺錢 那 有沒有不要那麼累的方法? 我最近在研究說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那麼累 我們不要 就是 在賣體力 在賣自己的時間 技術 為什麼? 不是說累 是 沒有辦法大量 你知道嗎? 你看喔 我今天賣了修車的服務 然後我去行銷 就是我去找客戶 然後去 可能打廣告 可能在路邊立一個招牌 然後還有我爸的朋友 我爸幫我累積了很多的客戶 所以呢 這些人知道我有修車的服務 然後被我的招牌 被我的朋友所吸引來修車 然後我賺到了錢 這樣子 那這邊都沒有問題 我一個月可以賺到三萬到五萬的收入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怎麼去賺更多錢? 怎麼去規模化呢? 你說 那你就修更多的車啊 那我剛剛講了 是不是一個人的時間跟體力有限 所以我沒有辦法修更多的車 那些網路上的朋友就是 會問我一些車的問題 我可以盡量幫你回答 或是給你一些建議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去 每一台去幫你修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規模化就卡住了 那我也想過修車也要規模化 可是要怎麼規模化? 譬如說 我想過的就是 如果我教會一個學徒 會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那我是不是就變成兩個人在做 就是規模化? 可是 說實在的 修車 你從一個不會的人 要把它教會 像我自己 學了十年 我都不敢講說 我很會修 我都說 我還在學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太複雜 所以很難規模化 我不可能說 我今天要規模化 我請了十個學徒 全部花十年的時間 把它教會 教會以後呢 然後我要租了十間修車廠 給他們一人一間當店長嗎? 這個時間跟這個經費 是非常難達成的 就是 有可能 這絕對有可能 可是它很難達成這個目標 所以修車很難規模化 你看大多數的民間修理廠 是不是都一個老闆一個老闆娘 頂多再請一個學徒 三個四個五個 很多了 為什麼? 因為真的會的 師傅 你薪水不給他高一點 他就自己出去對面開家 然後真的 願意來學的 他真的能夠撐那麼久嗎? 這個修車很累很髒很辛苦 他真的願意說 欸我做到十年五年 然後真的學會 然後成為師傅 然後還繼續給你請嗎?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行業 它很難被取代 就是不太容易失業的原因 不好培養 然後也不太多人願意做 可是呢 這個行業因為不容易被取代 所以你很難規模化它 就是你很難複製一個跟你一樣的人 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變成說 我們很難複製 所以很難退休 你懂我意思嗎? 我怎麼解釋呢? 就是 反正你就是 賣你自己的時間跟技術 一直做一直做啦 那我就一直在想 那我們要怎麼賺更多錢 大家最關心的也就是這樣 所以我其實在 在我高一那一年 十年前吧 我開始做的時候 然後 我們家 就是 來學修車的學徒 嗯 超多的 我跟你講超多的 可是修到現在 自我以下 我還沒有 就是 還沒有培養出 一個人可以 修到說 欸他自己都會 然後出去開 一個都沒有 所以是很難培養的 那我們最關心的是 我們究竟 怎麼規模化 首先 第一個是不是 剛剛講說 我們有一個服務 那我的服務是修車 可是修車很難學 那我們有沒有別的服務 比如說 你自己研發產品 你自己研發 很好吃的珍珠奶茶 或是雞排 可是 也需要一筆經費去研發 你可能 去代理很好的產品 然後自己進了一貨櫃的貨來賣 這樣子 這樣也是可以 可是 很麻煩 那又 又牽著回 最開始的問題 就是 很難規模化 所以呢 我們選擇了 就是我在網路上認識我的老師 然後他教我說 其實我們不用那麼麻煩 我們只要去代理就可以了 代理就是我們代理好的產品 代理有競爭力的產品 像我帶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 美國上市公司 Newskin的 夜黃樹 它可以保護眼睛 然後它是 奧運選手指定使用 然後 有得過非常多獎 是一個 很有公信力的公司 那我們代理這樣的產品 是不是很省力 你看 我不用物流 我不用研發產品 我不用申請什麼 檢驗 我也不用去保險 我只要代理 超輕鬆就代理了 那我代理以後 是不是就解決說 我的服務的問題 再來是行銷 就是我要怎麼把這個產品賣出去 其實現在網際網路的時代 這樣的產品是有競爭力的 我們利用手機 利用FB IG 甚至是Youtube 都可以去找到 連結到很多人 然後進而去找到有需求 就是有需要這樣產品的朋友 這樣子 我們從社群平台 建立一個個人品牌 然後去找到有需求的 找到合作夥伴 雖然一開始會比較慢 但是會越來越多 越來累積會越來越多 去打造你的 就是你的事業跟你的團隊 第三個是不是要規模化 當第一個代理行銷 第三個規模化的時候 我們用代理的 然後用網路 在第三個要規模化 就比較簡單喔 你看我修車 我一個月賺三到五萬塊 可是我很難去把它規模化 那今天我代理的是 保健產品 然後我用網際網路去行銷 再來 我就比較容易去規模化 雖然說 這一開始可能一個月賺兩千塊 賺兩萬塊 你覺得說 哇好少啊 怎麼賣個保健產品 才賺兩千塊兩萬塊 可是你要想喔 因為這件事情簡單複製 所以它有機會變得很多 就是你有機會讓它 越來越多 很容易就培養出 會跟你做一樣事情的人 所以我們積少成多 然後建立你自己的團隊 那有機會呢 達到一個系統 讓我們有提早退休的一個機會 好 今天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產品服務 然後我們選擇用代理的 然後行銷的方式 過去我們傳統產業 我們可能掛招牌 登報紙 我們現在用網際網路 那第三個呢 規模化的話 除了培養以外 我們還用人際網路的力量 快速的建立組織來規模化 這樣有機會達到一個系統 讓我們達到提早退休 賺更多錢的目標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這邊有一台免費的 一個小時半的免費的 就是講產品行銷規模化的這個課程 那你可以私信給我 你一定找得到我 就是不管你在FB看直播 或是在YouTube看到重播 反正我有IGFB跟YouTube 你一定找得到我 反正看哪邊有連結 這邊下面下面 我應該會貼下面 下面連結 然後你可以找到我 然後跟我聯絡 說你想要了解 如何賺更多錢 好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